在享用披萨等美味料理的过程中 男女学员逐渐放下紧张的情绪 开心的与同桌伙伴交谈 这是由内湖区公所举办的单身联谊活动 在七夕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打破惯例选择在内湖一家知名餐厅举办 需要在午茶饗宴及环保首座课程中 让参加者进一步了解彼此 结交自趣相投的新朋友 我们特别选择在这个餐厅 举办这样一个单身联谊 是因为我们希望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我们都在外面办活动 在我们的旅团办活动 比较形式会做拘泥 今天特别选择这样的咖啡餐厅 希望在这个七夕行人节 有这种气氛 灯光加气氛美的餐厅 能够尽量让他们在这种温馨的环境下 能够认识更容易去了解彼此 然后更能促成大家的一个 就是说大家认识的机会 这场单身联谊活动一推出 就吸引了近500位 28岁到45岁间的单身男女报名 经过电脑抽签 共有50位民众获得机会参加 直呼好幸运 因为我觉得政府办的 应该是品质比较好啊 对 然后也觉得就是可以为自己 开创一些机会这样 那喜欢的对象大概是什么类型 类型 类型 这至少要聊得来吧 健康 因为有人推荐市政府办的活动都还不错 然后刚好自己工作地点也在内湖 所以就报名来参加 然后幸运的录取了这样子 那你喜欢的女生的类型 就温柔大方 特别是这一次单身联谊活动经费 是有一位在地企业家 鸿铭建设陈董市长所资助 陈董市长还加码补助 第二次约会的电影票费用 鼓励学员们在活动结束后 能继续互动 也许爱情就会悄悄降临 这次的活动很特别 我们这次的活动是由 一个内部在地的企业 鸿铭建设的董市长 陈启鸿 陈董市长所全额赞助 他不只赞助了这次的经费 他还赞助了针对这些年轻人 如果要做第二次约会的话 他也赞助了第二次约会的电影票的补助 那就是全额的在 全新就是很希望我们在地的内部青年 能够勇于去认识朋友 然后也关注一下这些未来的一个 青年国家资助的一个婚姻大事 最后这一次单身严业活动 共有12对数配成功 数配率达50% 内部区公所方面期盼 透过这次活动提供单身民众 更多认识新朋友的机会与管道 在过程中顺利收获美好的友谊与爱情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导